大家好,我是大同工哥,今天做一道家常烧豆,油温物成热炸豆腐,豆腐切成三角块,把辅料放在漏勺里备用,煎姜块,萝卜片,冲头和木耳,把豆腐放入油锅中炸至两面金黄,这道菜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,家常烧豆腐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庭制作的菜肴, 它不仅简单易选,而且味道鲜美,我已经炸好了,放点肉片,把肉片滑熟 部分已经炸至了两面金黄,这也熟了,之后倒入漏勺,加适量的皮鲜豆瓣净 炸、蒜末、枪锅,来一辆勺番茄酱,烤出红油,加适量的料油和香油,适量的醋,加一烧清水 炸入豆腐和豆腐和辅料烧纸,适量的白糖,抽酱油调色,一斤胡椒粉调味 适量的辣椒油 炸一斤胡椒粉,水蒸汁,收汁,炸锅装盘,然后家常烧豆腐就做好了 让菜营养丰富,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道菜,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炸一斤 炸一斤